读粉丝来信片 加大门 做主播这么长时间 范德西也是收了很多粉丝的来信 这么长时间 一直作为我的后背隐藏能源 今天终于在我没题材的时候启动了 好 这些就是我做主播以来收过的所有信息 总共有六分 五分 还有一个礼物 OK第一分 亲爱的小格子 这是给小格子 有我的 亲爱的范德西 你好 我是你的小粉丝 我每天在看你的直播和视频都很下饭 好 笑一个 没有没有 开个玩笑 整体的信范德西还是看完了的 大致内容就是 跟我想到时候怎么跟小格学婚 你的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好 那么好 第二分 是来自北京市的一位粉丝寄来的 寿命还有提议邮票 蛮正规的 亲爱的奶酪 分的是毛姐呆呆灰灰 醒醒落落的主播 你好 首先我要声明 我是你们的真真真爱粉 绝对不是小黑子 能给你们写信的会是小黑子吗 我本人是 突然想起来好像没提公文小飞行和bug sorry 没关系他们不用提 好嘛 相信大家也有看到他说的那句 虽然我不玩到哪里拍对了 但还是希望各位主播能加一下我的好友 不是 你都不玩了还让我们加你 你可能做慈善了 干嘛 最后还有粉丝寄来的一个小日历 是小日历啊 是小日历 OK 第三封信 这位粉丝他是以打印的形式 然后给每位主播都打印了一封信 然后等一下我会把其他主播的信 准备给他们 然后先来看一下我的吧 亲爱的国树哥哥 你好 你是翻车系嘛 如果你不是翻车系的话 你可以把这封信揪进垃圾桶里了 OK 下一封信是一位来自长安大学的一位粉丝寄来的 这封信其实寄来的时间很长了 而且还是他当面递到我手上的 然后一直没有看的原因是准备攒够一期视频再看 然后信里是夹杂了一个这样的 应该是书签吧 应该是 是一个书签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信的大致内容 技术主播ID杀手罗子哥哥 敢问范范改了那么多主播的ID 什么时候把线下情侣拍了呢 从9月1日开始就开始关注你的第一期视频 奶酪改名为奶油就觉得很有趣 也是见证了奶酪从和毛姐分手到和你绑进情侣关系 从刚样也变成刚一仇人 从范范范范特希到今天的罗子哥哥 不知何时起 哦 我的奶飞一日不见生死想念 技术主播成了每日必听的话语 你的视频已经成了我大学生活的调味剂 增添了吉姆快乐 我开始试上上线的奶酮酮 不断提升自己的段位 一路从8月入坑的安存蛋 打到了凤凰蛋 希望能在巅峰撞车里 因为没有你的好友 有时看到你上线露素材 被有些粉丝暴来暴去也很生气 很着急 我知道一些隐蔽的角落可以暂时脱离 比如房顶 还有梅花装的这些高处 我的庄园也随时打开 欢迎你被粉丰包围时过来玩哦 希望你和动物主播们可以一直做联动视频 和小哥姐姐中成眷属 难过的时候看看粉丝私信 玩玩粉丝所有的地图 我们一直在 会永远支持罗子哥哥的 谢谢谢谢 好 最后一份信 这份信到我手上的时候 它已经这么皱了 开口是因为已经快烂了 所以我就给它撕掉了 很厚的一份信 装了不少东西 我们看看 这份信我提前看过了 这个是粉丝送我的护身符 真的很用心 然后我很喜欢 谢谢 这个就是他写的说明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写的纸条 护身符给范范 主播我经常用它许愿 好 OK 然后 他也是给每一位主播都写的信 有毛蛋的 奶奶的 还有这是 对各位主播的感谢 明信片 有明信片 然后还有一份是 翻译西和小哥的 这个陪伴我还没看 我看一眼 OK 他的心愿卡 这是他的心愿卡 心愿是希望小哥和我去加他的好友 或者带他玩乐园 告诉我姐姐什么星座 关注我的评论 这个我没看懂 然后希望我能重训出直播碗 岛上有人找我时我都能答应 这个人太多了 真的 告诉我哥哥是什么星座 加我好友 不行带我上个份 把我拉进粉丝去 PS 这期视频一定要发 最后祝翻译西哥哥和小哥姐姐 龙年大吉桃用连连 OK 谢谢 OK 信的大致内让我看了 然后总之就是对我一栋猛夸 说是看我们的视频很痴迷 说有了梦想 很好 然后问我的星座是双子座 其他的 那就是加好友了 好了 下单吧 以上就是翻译西这么长时间以来 收到过的所有信 感谢大家的来信 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记信啊 这样我就有无数个后背隐藏能源了 哈哈哈